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开始当志工的梁美宜小姐 她的志工生涯已经有二十多年 甚至后来还带着女儿一起投入做工艺 她运用自己所学的专长 出书教盲人如何用电脑 台北市启明图书馆的前身是启明学校 她远在十几年前就在那儿当志工 一直到现在还是 梁美宜是一个公认谦虚的可人 学问出众的好人 出自北一女政大哲学系的高材生 打从学生时代起就接触老人 还带领了女儿一起发挥爱心 从大学就开始参加服务性社团 到老人院 我每个暑假都会去老人院 住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团队 请我的朋友介绍 就在附近 我们在明日社区附近 就到了齐名图书馆 那就是从读报纸开始 那后来我们就投入更多 包括录音志工啊 明信箱啊 暴读啊 什么齐名图书馆志工我们都有做 还有很多的活动我们都有参加 那后来呢 我们也到另外一个学会 就是盲教协会 那我跟我女儿就在那边 利用礼拜六的时候教盲生数学 她在当老师这段期间里 曾多次是学校的救火员 也因此造就了她一生毫无意 相信只要你有电脑问题请教 绝对都难不倒她 她曾先后出了好几本 有关电脑的工具书 教导盲人们如何使用电脑 一直到现在 人事图书馆里 重要的书记 盲人们尤其在职场就业时 受惠不少 教花应该要怎么样教 才能够让花草真正能够吸收受惠呢 带您来看看公民记者拍摄的这段影片 请大家一起来想想看 新北市三峡区这辆洒水车的工作人员 有没有偷懒的嫌疑 才刚出门 桥域市政府外包园艺公司的水车 为道路分隔岛的花花草草喷水 可是她喷的水怎么看怎么怪 各位瞧出端倪了吗 水车拉起一条水线喷出水柱 可是她的车速快得惊奇 这样子能让土壤喝进多少水呢 工人说 你这样喷她水量够不够 你车开那么快 只是帮洗叶子吗 什么洗叶子 我们是浇这个 是要浇花嘛 浇这个 后面那是不干我们的事的 那是多喷的 可是我们看到她 喷头尾也是快速略过 连地表几乎都还是干的 哪能让土壤湿透呢 烧跑一趟 涮一趟 随便喷一喷 这也算脱工减料吗 不知道观众朋友 您觉得这样交话算不算数呢 欢迎您上 PIPO公民新闻平台 发表自己的看法跟意见 公民新闻在哪里 公民新闻就从生活周边的小事开始 多花点心思记录 就可以是很好的公民报导 PIPO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